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 你小时候也是这么有智慧吗 我真不知道智慧是啥 你说那是哪一方面 小时候我挺能吃的 而且喜欢吃好东西算不算智慧 算了 我们总认为人知道很多是一种智慧 佛说知见立直是无明本 你知道东西多 那是无明的开始 你要一睁眼 你说我知道你是啥呀 其实这是无明来的 讲起原觉的境界 佛的境界就是保持个觉 但是他原觉里面原觉是真空啊 真空里面是没有知见的 知道吧 真空是能知道个啥 你说我们总是说佛如来是测万法源的 说万法都寥寥分明 那万法是个梦 你寥寥分明个啥嘛 你到底聊聊万法个什么东西 原觉知道万法 我觉得佛要知道众生 不过就是众生的梦而已 他知道你上一个妄想下来 第二个妄想会怎么乱想 你会有什么东西可知道 如来不知道任何东西 真空里面怎么可能知道东西 他只不过是知道你一定会乱想 因为六道就是一定会在梦里边乱想 人道有人道的乱想 畜生道是畜生道的乱想 恶鬼道恶鬼道的乱想 地狱道地狱道的乱想 然后他知道 他寥寥分明的是道生 你为什么会乱想 因为你有 你有带着夜报的一耳鼻舌声音 你的见问觉知决定了 你一定会乱想 你有定义 所以你一定会乱想 而这种乱想是不靠谱的 你肯定在里边挣扎 你在里边 佛知道你执着在哪 每一道众生的执着点 这叫智慧 所以佛可以就把你出那个执着 然后当你对人道的执着解脱了 你就出人道 地狱道的执着解脱出地狱 但你出轮回 出六道轮回 他知道你有这个执着 你一定会有这个执着导致的 一耳鼻舌声音 有这个执着 有这样的一耳鼻舌声音 一定有这样的见闻觉知 有这样的见闻觉知 一定有这样的乱想 有这样的乱想 一定有你的乱想的世界 所以佛说有三千大千世界 我什么都不知道 是啊 但是众生 这是为什么我说不想才是可以 就是你想 你的想是建立在你的野耳鼻舌声音上 但你明知道你的野耳鼻舌声音 是人道的夜报的 眼睛夜报的野耳鼻舌声 你的所有体验 你的身体都包括你的体验 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 包括你的肢戒 都是建立在六道之上的 都是六道的梦境 你明知道这是个幻境 而且你得出任何一个定义 说应该这样的 不应该这样的 这是白的 这是黑的 这是善的 这是恶的 你不是无明吗 是不是 那样对一个正空来说 空性的智慧来说 他能知道什么 所以佛的佛经里面又说 直接无界嘛 施经涅槃嘛 没有智慧可能 没有智慧 是真的 这才是佛的智慧 空性的智慧 佛只知道你执着在哪里 你知道你的梦在哪 你破执着所有的梦境都会醒来 如果他一定要跟你谈概念 他说你应该怎么样 你今天应该勇敢一点 你应该去不想 这只是告诉你方法 你应该去这个路上往过走 走到没有定论的那个智慧的里边 走到真空里边 是吧 回到你的本来样子 就是 还是都是在颠倒梦想 颠倒妄想 是 我们在想测外法院 想什么都知道 是吧 你认为你是无明的吗 佛也觉是测外法院的 外法是梦 外法是假象 怎么个测外法院 包括你是个梦啊 你是不时空啊 如果我们是真空的 假如你是真空的 你本来是真空的 没有世界空间的真空 无处不在也没有 没有无处啊 因为没有空间嘛 佛说有个六入 一二鼻舌声进来了 如果你是真空 怎么有六入啊 六入往哪入啊 你是真空 你拿什么平台来接纳这个六入 一二鼻舌声往哪进来 一二鼻舌声根本就无入啊 就没有 是你有一个认知 你是真实的 你认为你有一个也耳鼻舌声音 所以根本无也耳鼻舌声音 你看你是个真空的是吧 听懂这句了吗 你是真空的 六入不是也入耳入鼻入 你才有这个人体嘛 有肉有身体你才有身根嘛 也耳鼻舌声一根 有一根你才有知识嘛 有身根你就体验嘛 但是没有这个身根啊 你是真空的 如果有肉是不是必须 叫我这个有一个这个东西 放在这个平台上 是不是得有一个平台 你现在没有这个平台 你是真空的 往哪入告诉我 有个肉你一定有一个虚空在这里 有一个空向在这里 现在没有六入 你知道吧 这就是心经里边 无也耳鼻舌声音 五用皆空啊 没有这个东西 所以没有见门觉知的知见 没有六道这回事 所以没有定路 知道吧 所以知见无见即无明吧 没有什么知会可言 所以没有无明啊 也没有无明镜啊 所以你也是知会圆满的 每个人都是 因为你认为你是 你认为你有无明 所以你永远成不了圆觉 你认为你有无明 知道 你认为圆觉有一个 测万法圆的像 所以你成不了 因为你知道点啥了 所以你成不了圆觉 你知道你是人 你知道你是个女人 男人 你知道六道的什么 你知道什么 你知道的所有东西 都是障碍 你知道吗 所以对佛学来说 假如我作者说 我测万法圆 我什么都知道 然后你夸我说 老师你很有智慧 我真的会羞愧的 我觉得我无态无明 你知道吗 是吧 你就定义我 因为我说出了定论 但那就是方便法 在人道的方便法 老师 怎么窃入空性呢 我看你那个在开示 那个 有一个开示里面说 那个梦 梦到了 就是 当时一看的时候 好像觉得有一点 窃入那个空性的感觉 但是过后好像也觉得 了解空性是什么 最起码在这 从文师上去了解 就像我刚才说的 空性是什么 真空的境界 包括呢 但是通过定理 你在有禅定的平台上 去听空性正解 你能听懂 别听别正 但是如果你没有禅定功夫的话 你听只是意识层面的理解 所以这就像佛 我举个例子 佛说 关切入梦怀泡影的时候 你在意识层面听 然后你会看见他 把他关成梦怀泡影 你会在这去意识层面想象 把他变成个水泡 把屏蔽他 这都是关成梦怀泡影 但是呢 大菩萨的境界是 当他有三魔地的禅地境界的时候 当他听到佛说 关切入梦怀泡影的时候 说一切都是虚妄的 是假象的时候 他送 他送接就是狂心动心啊 既然一切是假的 我想他干啥 他过去心 过去心未来心全熄灭了 他坐在这 他啥也不想来 因为是假的 我想他干啥 这不折腾吗 既然没有无名 也没有无名 毕竟 那也没有涅槃个圆局啊 我想他干啥 我不想 当下挺狂心动心 这叫 乖切入梦怀泡影 但是如果你是 在意识层面去听闻关切梦怀泡影 你才会想 哎呀那个像该怎么放 老师我得拿起来啊 还是放下 因为你已经着相了嘛 你这个跟菩萨的 就是说 所以大菩萨在听闻到这些间谍的时候 是圣间正容 但是我们没有定力的听 只是在意识层面成为一种理论 从来也拿不起什么 也放不下什么 然后去探讨 我拿起来它是梦怀泡影的 还是放下 既然它是梦怀泡影 我为什么不能拿呢 既然它是梦怀泡影 我为什么不能放呢 就在那折腾拿起放下的东西 是啊 它是梦怀泡影 你拿个啥放个啥 理论是这样的 但既然你又拿放都是假的 你想它干啥 你想就是多余 想这件事也是多余 第一年已经多余了 然后你再去折腾法门 知道吗 这是第二年 然后第三件事是做不成 这是第三的 然后抱怨自己没定力 这叫攀议 这不休息人经常干的事吗 听不懂佛说话吗 空性也是一样的 是吧 无疑而必舍生 世间无疑这不空性吗 召见无用结果 无疑而 无色生相为处法吗 无六根无疑 既然无疑而必舍生意 那么就无戒闻觉知 你没有疑而必舍生意 那么所戒虚妄 所听虚妄 所闻虚妄 所长虚妄 所有的一切戒闻觉知 都是虚妄的 既然虚妄 那你不把心挨下来 你干啥 你折腾啥 你是真空吗 无疑而必舍生意 你不是真空 那么你又在六根里面折腾啥 还要修个圆通吗 你不通嘛 要修个圆通 他是个假的 你怎么个修法 有定理的人就这样修 直接正容 没定理的再修圆通了 六根放不下了 老师不行 我还是见我觉着我执着了 那么好 动静不住 修耳根圆通 光明黑暗不住 修眼根圆通 修耳根圆通 身体离合不住 修耳根圆通 从这儿入 二元对立不住 这叫从六根圆通开始 蛮简单的嘛 是吧 你不觉得这简单吗 这部佛说气 大家说是听不懂 我不知道有叶耳鼻舍生意 啥意思 佛说你是个真空 叶耳鼻舍生意是六入 因为你心的执着 所以有眼根 比如佛举例说 你眼睛执着了光明跟黑暗的分别 因为眼睛是执着色相的嘛 但是色相 你所有的色 比如你看到这个桌子 看到手机 看到扇子 这些色都是因为有灯光你才能看到的 没有光明你怎么能看到呢 所以你是见了光明才能看到这些 形形差别相的嘛 所以根本的 根本的就像人有无数的人 但是根本的分成俩大理 男人跟女人是吧 所以外方也分成光明跟黑暗两种 光明之下有差别像外法 但是黑暗就那么啥也看不见 是吧 外法也别分了 是吧 都是同归黑暗嘛 所以眼根色相 就破黑暗的分别嘛 除了这入嘛 这是人力修行的方法嘛 然后你就会知道什么叫无眼根 无色尘 知道破眼根嘛 破眼根跟色尘 这两个破了眼根圆通嘛 因为刚开始你就像耳朵 你说动静不住的时候 眼跟黑暗跟光明不住的时候 见闻觉这场是一样的嘛 我说耳根跟眼根比较染得住 先出耳根眼根距离 声音跟色相 两个动静不住的时候 刚开始根本脱落的时候 就明星见星了差不多 然后你变成绝嘛 因为没有眼根 没有耳根的时候 你对外法 你都是有一个心在那绝 感知 你会进入感知的显得 感知完了 就是绝 开始再打破 绝一锁绝坤 就进入照 就照见无用检空了 就是心静一锁的 但这个是个修法 但其实没有人真的坚持这样子 去一点点真的修 真的是需要点时间嘛 其实打扰肯定有的 你在红尘嘛 比如明丽琴啊 自己的七月娃啊 这个世界空间的框架啊 肯定是有的 就勇敢的坚持往下修 最后一天你的修行的功夫 会战胜那些打扰的 那个时候你就赢了嘛 讲法永远讲不出真空的境界嘛 对吧 讲法咋讲真空 一说话就错嘛 一说话都有语言嘛 有理章嘛 有理论了 有定义了 因为你总是从定义上来听闻的 如果你没有说 灯地菩萨的那种定义 直接进入匡心斗仙的话 那在意识层面的所有的概念 都会形成理章 都会让你背离空性 就是你本来就是空性 但所有的理路都让你跟空性差别 在六道专业 知道了吧 所以空性就在这儿 你就进不去 就在六道专业 嵌入不了 所以需要修 因为你对一部分 老师 我觉得刚才讲的空性 空性是我们所追求的 能够把一切放下 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 总是受着这种各样的情感的影响和控制 我不可能别人 比如说我儿子生病了 你说 你这是最运的 或者我儿子 那就是像这样子 跟世界的连接还是很多的 怎么样才能做到这种空性 确实是很难的 是的 需要修正很长时间 你才知道这件事 就是说 刚开始你在修行的时候 修行 一般修行一般做人世界的事 就是说你是父亲 就关心儿子 关心家庭 这是应该的 因为你还没有处理到 但是就算是你明天登地菩萨了 你成道 你还仍然会关心你的家人 但是只是你的境界不一样 你的体验也不一样 但是众生看见你是 可能看不到你的变化 但你自己心里知道 你不会受控于这个世界 你会自在 不管任何生死无据 生死都控不住你 只是生命的体验不一样 同样是孩子生病 同样是孩子不听话 同样是 婚姻失败 台不上婚姻 因为大家说婚姻没有失败的 同样是说 失裂了 或者离婚 或者是什么家人 生死 生灵死别等等 这些事 对日常人来说 事业的失败 包括 都是一些生活的坎 都是生活里面遇到的一些 生老病死的一些坎 但对一个修道人来说 他是不断的经济去休息 然后慢慢他看待这些问题 跟正常人 就是说普通是不一样的 包括他心里的觉受 包括他的认知都不一样 就是说自己能够就 从中里面不被他说 就是自在 自在 他也许不快乐 但是他自在 亲近自在 所以讲即使是空性 我们还是会感知 或者是 空性不是偏空 空性不是偏空 他是只是知道 众生知道这些烦恼 跟痛苦的根源在哪里 当你正在空性的时候 越来越了知 这是个梦境 众生在很多框架里 戒门绝制的框架里生活着 其实很多问题 很多痛苦 都是自己造成的 自己活在自己设定的 事件的框架里 而且 他会知道执着跌在哪里 我卡在哪里了 你越正如空性 你的智慧越圆满 你不知了解自己的 也了解三界路道 众生都卡在哪里 然后你告诉他 如果他把那个执着转了 他就能把所有苦的根源转 他不转执着 今天你帮他解决一个痛苦 他明天又有另一个痛苦才是 就永不自禁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